十分科幻!中国6代战机亮相,配装机光发射装置,国人都心累了。 近日,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称,随着中国舰20战机正式进入战备值班后,成飞逐步将重心迁移到一款名位鬼鸟的6代机身上并加以设计。 据悉,鬼鸟战机是在歼20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是一款高性能、多用途和全天候的双发引擎战机,该机具备很强敏捷性和失俗机动性。 另外从检视防务周刊报出的照片来看,中国6代战机鬼鸟重型战斗机的外观设计与美国FA-XX隐形战机十分相似。 有军事专家称道,鬼鸟战机采用了最新的3D列印技术,并且机身采用了最新的隐身符合材料,因此该机所具备的隐身性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杀手锏。 另外,鬼鸟战机主要用于空中拦截和格斗,因此在武器配置上所采用的武器都是十分超前。 据了解,鬼鸟战机的机头可以安装一部高性能的激光发射装置,可短时间内发射出众多的激光束,在两侧的机翼上可安装四门磁能脉冲炮,可对敌军的雷达设置进行干扰和灭性的打击。 由于六代战机是一种高度智能化的战机,因此鬼鸟战机将会搭载一套配合中国北斗系统来完成服务的综合指挥系统。 未来一旦发生不可预知的战争,鬼鸟战机也将会充当指挥机的角色,来对其他战机进行重组和编队,使其能够更好的执行战备任务。 另外,鬼鸟战机抛弃了传统的鸭翼式尾翼,采用了一种W式尾翼设计,能跟好的配合机身性能高效的空气动力循环,使其具备超高音速的机动性能。 有专家分析称道,未来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国未来的六代战机明确标志住中国空军,开始从国土防空向攻防肩被转型的步伐,这是中国综合国力水平提升的象征,更是体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逐步迎来了巨大飞跃, 因此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正确来对待中国的军风崛起的事实了。